孤雲怎麼看 我覺得這一次選舉其實蠻妙的 台灣選民非常有智慧 這是一個三贏的選舉 最開始講的不是我是洪耀男 他講的說 這為什麼是三贏呢 民進黨贏得了執政權 然後呢 這個國民黨贏得了國會 然後這個 柯文哲的作文年輕教主的地位 所以大家各取所需 這個所有人都有 那但是呢 這個 也有幾個缺點 或者是問題 值得大家來關注一下 這個就是洪耀男 今天在上報寫的文章 這場選舉裡面 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 的是他講的四個趨勢 第一個 國民黨新黨化 他不但是找了趙少康 然後兩岸主張九二共識 然後開始往這種 這種集統的方向走 最後喔 這個誰這個 朱立倫 朱立倫 他換注的那件事情 稍微好 那可是比國民黨向來 像 這個五百五十萬 上一次這個五五二萬 比他上一次差遠了 那差了將近快一百萬票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狀況 你在檯面上面看 這次國民黨算是力多出境 那所有人能夠找來了大頭 各個地方派系 然後這個什麼韓國瑜 馬英九 蕭萬長 所有人全部都出來了 連趙少康都找回來了 那怎麼還會選擇這個樣子 那所有人都上都都出來 他他已經沒有別的牌了 那然後他怎麼還會這樣子 那來到郭董有一百萬票 這也說不過去 所以事實上他這次選下去 事實上是把他自己給選萎縮了 就以後評估國民黨的本盤 就不是不是五五五零了 那而是他這次的數字 那四百多萬票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萎縮 第二個民進黨國民黨的話 講這個我們選舉期間 其實民進黨裡面有很多抱怨 很多人這些抱怨為了一怕影響選情 都憋憋憋到昨天投完票以後 一個晚上開始爆發 講白了就是南部老綠男 就很多人有這個抱怨 說他們的選法跟他們的思維路徑 是完全沒有辦法得到 現在年輕人的一個認同的 他應該要去參考英系的一些 一些做法或是一些調子 那可是他們完全就沒有 沒有收到了這個訊號 然後最後能夠把賴清德拉起來的 那個叫做在路上 那個在路上那個片子 一看就是英系的手法 跟英系奇怪的調子 可是之前LINE這個系統 拍的東西 他其實大家都覺得不怎樣 那所以這個事情會變成 民進黨裡面其實也在 也在覺得說 你民進黨怎麼選得那麼老 對你怎麼會選得那麼老 現在這一次民進黨裡面最好的運動 最好的運動是誰 就是王毅川 搶救毅川大兵 可是這是幾個網紅 或是名嘴 他們自己幾個人去兜起來 黨中央跟進總沒有資源 也不知道怎麼指導怎麼配合 然後他們就自己這樣殺出來 那起碼 大家說估計說 起碼幫民進黨救回三席 那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那大家都其實都 民進黨裡面在檢討說 如果你在這樣子國民黨化 你很 你到了下 不用等很久 你下一次你就被柯V 他們他們佔領了 或是打垮 就兩年後就很難選了 四年後可能更難 對 第三個叫柯文哲民進黨化 柯文哲什麼民進黨化 他不是現在的民進黨化 他是學習了早期民進黨的一些玩法 他走群眾路線 他走運動路線 你看他到了最後一天 然後他還在講什麼 他很成功的一個東西 除了王毅川的那個搶救毅川大兵 是一個很成功的政治運動以外 另外柯文哲的 小草運動說實在話 他也是很成功的行銷活動 可是他到了選完了 這個敗選聲明的時候 他還在強調這是一場運動 雖然那個什麼第三波民主 那個是廢話 那個是口號 但是他慢慢的去把 這個視成一場運動 如果他認真的去把 這個當作一場運動 在運作的時候 他就會有 他就會在那個年輕人中間 產生一波 那我們在推動一個 什麼東西的這種感覺 這個就會當初民進黨 能夠推倒國民黨的一個關鍵 不過我覺得他 現在要推倒民進黨很難 他可能這樣子運動打下去 會先把國民黨弄垮 然後最後一個 他叫小黨的泡沫 小黨也知道說 我個別的提出主要的議題 然後來訴求 其實力量是不夠的 三七五七在立法院不夠 他需要集中 那集中到誰身上 可能現在投射的目標 好是叫做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現在的狀況是 你看他的得票是很奇妙 什麼叫很奇妙 因為你看他台北市得票 其實很差 對 給他執政八年的地方 照理說他應該是 給他執政的地方 照他講說他政績那麼好的話 應該對他是支持度最高 可是是最差的 所以其他人 其他外面的縣市人 都是對他什麼 投射 是把一些不滿 把一些期望投射在他身上 但是泡沫終究是泡沫 泡沫的破滅只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泡沫終究會破 只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破 那麼經過 你在經過這四年 他等一下又出個什麼錯了 再拉個 這個又今天跟國民黨玩一玩 明天跟民進黨玩一玩 玩到後來 其實這種操作法 他第一個把戲 二月份就可以玩立法院長 他左右逢源這個玩法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他以為他很聰明 他可以玩左右逢源 但是二月立法院長 這個戲玩下去的時候 他有各種版本 現在大家猜測 可是我覺得還好啦 那個他反正他跟綠的搭配了 他就變成小綠 他跟藍的搭配了 他就變成小藍 他要不然兩邊都不搭配 他就說我自己要獨立提名 或是我自己要幹嘛 那就會變成一個狀況叫做 那個叫什麼 藍綠會合作 我告訴你很難講 你知道那個立法院很少有藍綠合作的機會 只有一個人曾經造成過藍綠合作 老柯常常在玩藍綠合作 沒有沒有還好 那個那個是議題 真的導致藍綠幾乎大面積合作 只有一個人叫做黃國昌 氣到藍綠不 直接密室協商 對 直接合作 然後然後 然後那個 如果柯文哲採取了一個叫我開放投票 那是最不可能發生的選項 為什麼 他開放投票的話 就代表他黨主席管不住嘛 那以後大家黨團協商 找立委協商就好了 陳立尼黨主席 所以為了保住他的黨主席 那這個權力他一定要求團進團出 然後要求說你要談 來跟我黨主席談 不要去跟黨團個別委員 或是跟黨團談 他一定會叫走這條路 好那這樣子他就會 他就變成他在那邊玩這個左右逢源的東西 可是左右逢源的東西 常常就會兩面不討好 他以為是要做左右逢源 可是大家都把你視為敵人 那可能就會聯合去把你殲滅 這個是一個 這個柯文哲未來的狀況 他的立委選的並沒有想像中的好 也沒有想像中的差 他雖然席次有增加 但是只是增加到八席低標 而且全部是部分區 他提的十一席區域全部都掛光 那全部掛光的狀況 就會造成什麼東西 那他腳下虛幅 他根本沒有地方給他蹲馬步 那他沒有人去經營這個東西 而且你看現在下去選的人 那原來的部分區 那他下去經營選區 下去選選完了以後 一無所有啊 就自己掛掉 請問黨依照柯P的個性 黨部會給他什麼 一掛個虛值 那他也沒有什麼國營事業可以分配給他 讓他安身立命 沒有 虧了就是虧了 大概的狀況就是這樣 那請問以後誰要再去幫你去經營地方 去打這場仗 好這是柯P未來四年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好那麼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掉 那再給他四年就差不多了 好他不可能有一個政黨是完完全全靠著不分區 好靠著聲量這樣子這樣子搞八年搞十年搞十二年 好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未來大家也不用擔心什麼三黨不過半啊 柯P會怎樣 雖然一直他會變成一個焦點啊 但是長期來說立法院也不是沒有三黨不過半過 那個三黨不過半事情比較難辦 但是呢怎麼辦呢 喬吧 那只要大家會喬 因為當三黨不過半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坐下來 都知道沒有對方 或沒有合作 我們就做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好那大家就會自然的會去坐下來喬 好這個時候呢 整個邏輯只是換一個邏輯 再去處理現在的意識而已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